恒大因为负债一万九千亿上了热搜 此后恒大集团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那么恒大是否会破产 恒大的债务危机影响范围有多大 许家印为何能金蝉脱鞘 甩锅以后的许家印过得如何 为许家印接过的老赖究竟是何许人也 恒大事件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对于许家印甩锅这件事情你支持吗 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请在下面评论区打上不支持这三个字 许家印在今年8月17号宣布卸任的事情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这一次恒大突然换帅 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虽然许家印卸任恒大 但是他依旧是恒大的实际掌控人 作为一家知名的企业 恒大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而这一次许家印离开的事情 变成了很多人的谈资 虽然有的人并不知道许家印卸任意味着什么 但是大家在空闲的时候 在背后默默地吃瓜 根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 恒大地产是恒大的一个子公司 恒大在2017年的时候 为了和其他企业重组 许家印决定兼任恒大地产的董事 虽然许家印对此事表达了自己的重视之情 但是当年的重组并没有成功 而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董事 就变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虽然许家印不再是恒大的董事长 但是了解恒大的人都知道 恒大不仅拥有房地产企业 他们还拥有物业和体育相关等不同的领域公司 而这些产业的董事长虽然另有其人 但是许家印却在背后默默地掌控着这一切 其实去年的疫情冲击着各行各业 每个企业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压力 员工们想要升职加薪 但是因为疫情会产生一些悲观的想法 而企业的高层也会对行业的前景感到茫然 他们虽然迷茫 但还是选择咬牙坚持 他们手中的项目 而那些企业的老总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手中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 很多老板都过得很艰难 甚至官方媒体都为他们发声 而今年房地产行业备受瞩目 其中许家印受到的关注最多就在房地产 水深火热的时候 许家印公司出台了一个三道红政策 虽然恒大的资产已经被冻结了 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楼盘低价抛售 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恒大的评论 这些评论多如牛毛 虽然现在恒大的股票一直都处于下跌状态 很多人都觉得恒大有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不过对于恒大这样糟糕的局面 有人还是持乐观的看法 而许家印变更法人的这件事情 在一些人的眼中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也有网友说 这件普通的事情被各大媒体过分解读引流量 他们把恒大写得就像下一秒就要破产一样 而恒大的事情让很多人感到胆战心惊 不过恒大就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它依旧是地产一大巨头 恒大就算出现了危机 那么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他们依旧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虽然平时很多人都喜欢许家印 但是恒大事件被曝光以后 很多粉丝变成了许家印的黑粉 有的人说现在恒大地产变成这个样子 跟许家印的一意孤行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恒大之前投资打造自己汽车的时候 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当时有人说 现在的资产和市场信心都不足 所以恒大想要造车 这件事情缺乏流动性 不过这个流动性问题并不算什么 政府很快就站出来 告诉资本市场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政府会给他们一些支持 恒大却没在造车 这件事情取得任何的进展 还有一些小道消息说 恒大准备跟第三方投资者商讨抛售资产的事情 如果恒大将自己的网络权出售一些给腾讯的话 那么他们手里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资金 而这些资金可以解决恒大的一些难题 而利用杠杆来发展规模 是房地产行业最普遍的一个发展模式 而企业如果选择高杠杆 就需要承担高风险 但他们同时也能享受到高收益 虽然这种模式在房地产行业一直都很吃香 但是这些年房地产行业一直被降温 各种政策都在敲打房地产行业 所以很多中小型的房地产企业 因为承受不了压力倒闭了 就连我们熟知的房地产巨头万达 也是依靠变卖资产维持运转 现在的恒大杠杆模式玩得越来越大 许家印将自己的业务范围扑得很广 他选择进军很多新兴行业 这就导致恒大的负债变得越来越多 而这一万九千亿的债务应该怎么还呢 有消息说恒大为了还清这笔债务 准备变卖自己旗下的一些资产 但是他们变卖之路并不顺利 恒大并不想将自己的资产降价 现在恒大出售的那些资产 都不是手中的优质资产 所以他们想要找到一个接盘侠 还是有些困难的 而恒大创始人许家印 却没有受到影响 他依旧潇洒自在地活着 过着自己逍遥的日子 虽然香港媒体报道 许家印将自己在香港范围内的豪宅都更名了 而这些价值八亿的豪宅 或许是许家印通过一些途径 转到谭海军名下保留下来的 而这一次恒大持有人的变更并不是出售 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名号而已 香港给出的说法就是 现在许家印的管家变成了谭海军 而这一次更名就是为了避免风险 还有媒体指出 恒大的总利润早就已经超过了1700亿 而其中的600多亿被恒大用来分红 所以许家印身为恒大最大的股东 能持有400多亿 而这个算法也不算许家印的其他收入 虽然许家印是一个大富豪 马云也可能没有他这么有钱 但是我们要知道 马云这些年套现阿里股票也才换得200多亿 所以许家印赚的一点都不少 还有的媒体分析 就算恒大支持不住了 许家印的生活依旧很精彩 他还是中国最顶级的富豪之一 有的网友不明白 如果恒大破产了 那么许家印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其实在现在的制度下 公司是公司 股东是股东 他们的责任并不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公司的债务只是公司的 现在恒大的19000亿负债是属于恒大集团的 只有那些用许家印名一届的钱 他才有义务全部偿还 不过就算恒大破产了 许家印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因为他在恒大的持股已经超过了70% 如果他想要跟恒大划清范围 哪有那么容易 而这一次恒大突然变帅的事情 让很多人对这位新的掌门人产生了好奇 而恒大也很快针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他们称这一次突然换帅 并不会影响到公司内部股权的结构 也不会涉及任何的组织框架 其实我们可以从恒大最新接班人 赵长龙的人事变更看出 许家印现任恒大早有预兆 因为在今年7月8号的时候 恒大物业就已经发布了一则公告 他们声称恒大物业的董事长 很快就会换人 赵长龙将会调任副董事长 这则公告发布之后 很多人都以为赵长龙降职了 但这恰恰预示着赵长龙 正在为接任恒大地产董事做出准备 虽然很多人都对赵长龙这个人有些陌生 但是他已经加入恒大20多年了 他拥有很多的管理经验 而赵长龙在恒大入职以后 担任过很多负责人的职务 其实赵长龙接管的恒大物业一直以来都是恒大中最优质的一个业务 赵长龙的身上拥有着很多企业风险警告 所以就算他接任许家印的职位以后 也不用担心身上多背负一条风险 现在恒大地产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了 恒大危机才是他们最要紧的事情 虽然之前有消息说恒大已经欠债3000亿 但是这些传言并不可信 而今年许家印在集团的内部会议上声称 恒大的负债已经超过了8700亿 而这个数据向我们证明恒大的负债率很高 现在恒大的董事更换 让各个投资者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都知道恒大因为资金紧缺深陷险净 现在很多恒大的消息一直都围绕在我们周围 很多群众为恒大这次危机捏了一把汗 虽然现在恒大的负债率很高 但是恒大的净利不低 现在恒大的业务发展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 但恒大地产依旧没能在这次折腾中成功 现在恒大虽然想要变卖自己的资产 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盘侠 而现在化解危机才是恒大的重中之重 所以恒大想要继续发展下去 就要学会如何拯救自己 只有卖掉那些存货疏通自己的现金流 才能得到好转 现在的恒大人事变更 给市场带来了一些波动 但恒大依旧声称会以最大的决心 维护集团的稳定 那么恒大究竟能不能走出这次危机 会不会破产呢 这件事情还有待观察 不过赵长龙的背锅恰恰证明了 许家印想要全身而退 就算公司出现状况 他依旧能够活得很好 虽然很多人都不希望恒大破产 因为恒大的命运将会影响很多人 但是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 至于恒大未来究竟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许家印会不会走下神坛 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过这件事情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许家印成功甩锅这件事情 你还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意见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 可以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